如果版權法修訂條例草案真的通過了 以後政府會把龍門從這裡搬到這裡 再移到這裡 即是說 無論你是改圖 改片 改歌詞 或者分享別人的作品 將來也有可能會犯法 這些廢話我不聽 只是說以後有沒有一百毛 一百毛 恐怕也 沒多少毛證了 因為景曲金曲 肯定第一個接賣 還有看TBB TBB 或者亞記的 馬上跟我出去 真的有這麼多人出去 所以我說你們本人根本就不看可憐 死到臨頭了 網上的世界是你們最後的自由角度 主流媒體早就被人攻陷了 你以為你打開電視可以看到真話嗎 可以看到很多節目幫你發聲嗎 他搞網絡23條目的不是要保障知識產權 不只要打擊二次創作 直至要封住我們的口 這次隱言時時評論無謊 或是你五行有豁免 豁免 本來是屬於你的自由 為何要被他變了私捨 政府說要保障原創者的版權 要保障原創者的版權 現在的法例已經足夠有餘 通通都是藉口 你想想這二十年來政府幾時關心過做創作的人 幾時有幫過創醫工業 他不搞死你 你已經要劏房還神了 有心搞創作的人 每個人都受過林日A了 賺不到錢不重要 他們想有空間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就是這麼簡單 連一個這麼卑微的願望都要扼殺 那全部人小時候操作TSA 帶個隨便去工廁所 就這樣一用 為何做香港人這麼慘 想上網改張圖 抒發生活的壓力和情緒 誰知道隨時被人告你認是罪 根本不關原不原創 是政府想告你而已 因為一直以來我們的二次創作水準太高 太搞笑了 有東西踢中他的要害 弄得連垃圾桶也有得出Figure 但是為何不懂得反過來想想 你做小壞事就沒有那麼多改圖改片 就算改了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分享和Like 別哭了 以後不上網了 我不怕坦白和你們說 我自己 一直都是一個玩獨裁和監控的人 還很厲害 還可以 不過現在不玩了 因為歷史告訴我 一個民族走這一條路 根本就是滋骨焚霧 遲早都會被全世界堆棄 祈報復了我了嗎 祈報復了我了嗎 其實我現在有一個故事 很高興 全世界堆棄了我 為何展示全世界堆棄 我現在就nym階堆棄了 這азд宅 莫名堆棄了 我也很快 有可能 就是一個融合